我大概一天二十四小時 都沒有在睡覺吧 太傷了 沒有辦法 睡不著 而且不想睡 多久 一年多 一年多像鬼一樣 不過美慶剛剛說我有沒有憂鬱症 我說我沒有憂鬱症 可是我應該是趙羽症 因為我要 憂鬱症會自殺我 不會自殺 那還好 你到樓下去就可以了 對啊 因為我不想做那種 輕痛愁快的事情 可是面前面是 反對這樣的事情 那種痛真的是 你不曉得怎麼樣去釋懷 真的 到現在講起來 我想為這事情再流眼淚 可是那種心情是非常非常失落 那你這個大姐 就是她一直跟你合作嗎 我們就從那個時候就是股東 是不是這一位 就是當時開Coco's店在這裡 就這個 因為我二姐很早就移民了 是大姐 那我哥哥兩千年又過世了 對 所以你們姐妹其實 感情很好 他跟你嘛 還有我嫂子 這個照理講 應該是一個家庭更年紀力更好 你們繼續合作有什麼不好呢 所以我就 我真的 我真的那個時候很驚訝 非常驚訝 我跟你講 我還住他住我家樓下 你說好玩吧 其實在他整個 目前走到現在這樣來 不管是前夫對你也好 或是姐姐對你也好 其實都是這麼close的人 對 你知道嗎 那個傷害一定有 我真的苦 我覺得就是 06年碰到這個事情 然後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從來沒有任何 那種什麼打官司的經驗 就第一次上法院 竟然是被告 還被自己姐姐告 那我心情真的 我覺得那個已經不是害怕 這兩個字可以形容 真的 像我膽子這麼大的人 會到那種心情 那真的是不講 不是害怕是什麼 心乳刀割 還更嚴重 對 那個感覺就是 心乳刀割還更嚴重 你對全世界沒有任何興趣了 沒有興趣 對 可是你又沒死 你又死不了 那怎麼辦 很痛苦的耶 所以 所以是什麼原因 讓你可以坐在這裡 還可以笑得出來 因為我覺得讓自己那麼糟 還好我這十年來 我也是持續每天都在運動 我覺得那對我是一個 很正面的幫助 所以即使最痛苦的時候 你還每天爬起來運動嗎 對 每天 其實很重要 因為憂鬱要求自己 因為我都每天不睡覺來 真的那時候跟鬼一樣 我就每天跟遊魂一樣 就這樣飄來飄去 然後不曉得幹嘛 然後剛開始要上法院 真的很害怕耶 然後講的那個法官聽說 你們股東中心沒有張誠 對我們來講有什麼稀奇 對啦 因為自己的 都是很親的家人 很親的家人 我前夫就來跟我離婚 他是非常支持我的 對 你知道他覺得 就法律人來講 他覺得你們簡直是太荒謬 怎麼可能沒有任何的張誠 真的沒有 那怎麼辦 那法律不講這個 法律一定講求證據 OK 那我覺得能夠告訴法官的就是說 OK 這個二十年來的 所有的 點點滴滴的 應該大家看得見 有目共睹啦 所以你 即使像鬼一樣 還每天早上起來游泳 對啊 這個是一個很輕鬆的管制 還管不怎麼會 還輕鬆的養室 自由室都有 因為他真的是 那聽起來 真的 我那二十四小時 我都不用睡覺耶 那不知道怎麼 然後 這樣怎麼吃東西啊 怎麼吃東西啊 還是有 可是就是 什麼 就覺得 吃不吃味 萬念俱歸 他要是那時候沒吃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鬼嗎 你別嚇我好不好 當然也要吃東西啊 可是有沒有朋友照顧他啊 也許有人就自動供擅餐啊 真的 這個很好玩喔 我以前在忙的時候 要嘛出差 要嘛 在公司 要嘛 忙到沒吃 要不然就吃便當 然後 這幾年閒下來 因為還算有一點朋友 朋友還滿好的 然後 反而每天都吃大餐 有一天 所以朋友變成你很大的支持 當然 還好朋友多 OK 不是 你有積蓄嗎 我沒有積蓄 所以我從來沒有提款卡 你沒有提款卡 那你有存責嗎 你有戶頭嗎 對 都是公司會計在幫我處理啊 對 老闆都是這樣 對啊 因為我個人 其實我應該 我覺得我應該真的非常有錢 因為我以前想買什麼 我就可以買什麼 公司都可以付 沒有 當然是我自己付啊 因為我是執行股東 我有優先分紅 而且我每年都賺很多錢 OK 我每年都分紅 所以你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戶頭 可是我知道我有多少錢 我往往就會把它全部花掉 我喜歡買珠寶啊 然後買一些這種 就是 沒有用的東西 現在滿有用的 對 還好我有那些東西 這幾年還變賣一下 真的 很有用 使用一下 對 當這個公司不是你的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你連錢都沒有 當然啊 現金也沒有 當然沒有錢啊 而且台灣的債 那個應付賬款 我都要處理耶 你要付多少應付賬款啊 那個時候大概 因為公司的員工都有遣散費嘛 因為你不能說 公司我被坑了 然後你都不管啊 我是負責人啊 是 所以遣散費加一兩千萬吧 那那個時候店點 因為營業到十月嘛 我記得是06年的年底吧 那就是應收賬款回來 就是照那個 他們的廠商的金額大小按比例給啊 那你付完之後 你身上限多少錢 沒有錢啊 我們房子也是 因為被我姐姐假扣押 之後法拍掉 還好 上海住那個房子嗎 還有剩錢 對 還有剩錢 還好 可是剩錢還是卡在法院啊 因為官司還沒結束啊 那你怎麼辦啊 你婚也離了 公司也沒了 連姐姐都這樣了 那你住哪啊 我二姐 我二姐還有我嫂子很照顧我 還有我朋友都很照顧我 對 那你後來怎麼再起來 再開餐廳呢 對 其實這個餐飲是因為 去年接觸餐飲業 然後就 因為你知道以前Piyonco 其實就是一個模式 然後一直連鎖 一直一直在複製 那現在這一家 有意思集團 它也是一個 接近300家門市的店 在大陸對不對 在在 對 在江浙晚域 不是 我看那個名字 它是金錢豹 不是 不是 金錢豹是 我在08年8月1號 剛好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就在上海它的旗艦店 那它有13個宴會廳 那那個時候 就被他們總裁叫進去 等於是銷售這個宴會廳 因為大陸的婚宴市場 其實是非常非常鴻勃的 OK 那就是因為做了餐飲業 接觸到現在這個公司 然後那個不是我創立的 因為這個公司已經十年的歷史 各位 這個金錢豹跟台中的金錢豹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我剛去 他那個slogan 那個slogan下得很聳動說 范英文下海轉戰金錢 我真的沒去過台中金錢豹 您這個年紀年 大家媽媽桑都不夠格了 不用擔心 沒錯 對 可是這還是很標題很聳動 大陸的金錢豹是 做餐飲的 自助餐跟 自助餐 海鮮自助餐非常容易 到金錢豹去 其實事實上我覺得 你很放下身段 滿委屈你 因為自己做到老闆 所以到金錢豹有沒有什麼乾苦 然後你怎麼樣去調 是這麼短時間內的 職場的轉變 我真的喔 我覺得我就是因為 從來沒有幫人家打工過 對 所以我覺得 又是一個沒碰過的行業 我就願意去試試看 對 那也沒有在乎薪水 說真的 他對我滿理喻的 因為我在餐飲來講 畢竟是沒經驗的 非常 那個老闆也很勇敢好不好 對啊 他做服裝的 對啊 等一下他看他們家桌布怎麼辦 對啊 可是你知道英文就是 他就是從頭來就勇敢 我們在他身上看起來 就是他隨時 你會發現就是 都很瘋狂 打不敗耶 你剛剛講那個東方不敗 對 因為我覺得英文是一個 很有儀常識自己 而且放下身段很柔軟 所以我說東方不敗 是我對他從 不能說從小我們童年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 我自己剛剛跟英文講 同樣我們 同樣這把年紀 我如果設身處地 我是他的話 我沒有 我可能沒有辦法像英雄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 一點都沒有像英雄柔軟 我覺得太硬了 而且他繼續談戀愛 范以文個性超灑脫 碰到喜歡的男生 竟然直接當面表白 嚇壞男主角 究竟John 可不可以為自己獲得新戀情呢 下段廣告回來 千萬別錯過囉